真实的故事 灭心的情节 匪夷所思的案情 尽在刑事真机档案 2012年9月 四川某地的街头发生了惨烈的一幕 一男一女疯狂的驾车撞向了一个抱着小孩的男人 这么一撞 就造成了一死三伤的悲剧 那是2011年10月在成都一家房产公司做销售的李希臣 打电话告诉丈夫中科 说他怀孕了 25岁的李希臣是四川宜宾人 身材高挑 容颜娇俏 4年前从职业学校里一般毕业之后 凭着过人的外表就进入了房产公司做销售了 同年 他认识了同乡在成都电脑城打工的中科 外表憨厚的中科和青春靓丽的李希臣相互欣赏 两个人就迅速恋爱 并于2009年结了婚 中科是家里三代单传的独子 所以他很想尽快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而也就在刚才 妻子李希臣打电话告诉他怀孕了 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原来 这结婚不久 他和李希臣就闹起了矛盾 这学了一点电脑 修理技术和销售技巧的中科 他希望离开成都 带着妻子李希臣 回到宜宾下面的一个县城自主创业 可是李希臣却坚决不同意 他好不容易在大城市有了 落脚之地了 此刻要他再回到那个山嘎拉里 那万万是不可能的 于是 这二人意见就相左 最后中科毒气一个人回到了家乡 在家乡 他开了一家简易的电脑修理店 不过中科很快就尝到了苦头 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 他的店很快就倒闭了 中科 他没有颜面再回到成都 于是 就去了一个熟人的施工队 跟着工程四处漂泊 而这期间 他和李希臣交流的也是甚少 更别说见面了 一道看不见的隔阂 早就拉开了二人的距离 直到半年前 妻子李希臣打电话回来 跟他说 想离婚 中科 对这种聚少离多的生活 也是尽力地做了弥补 比如 这半年 他还是抽时间去看了几次李希臣的 那尽管李希臣对他很淡漠 甚至几乎不让他近身 但他还是心怀希望挽回这段婚姻 不是 在这个结果眼上 李希臣告诉他怀孕了 这中科在憨后 他也知道李希臣有外遇了 不错 李希臣确实有了另外的男人 那是在2011年年初的房结会上 他认识了前来咨询的购房者田园 10年39岁的田园 是成都一家化妆品公司的老总 妻子一言 因为这舒蓝管堵塞 一直没有孩子 所以 很失落 遇到李希臣之后 就被他的青春和美丽所打动 便展开了疯狂的进攻 田园是公司老总 出手很阔绰 送出的穿戴都是价值不菲的名牌 还经常在上下班用豪车接送 极大的满足了李希臣的虚荣心 在这么一对比 那个在家乡里为生计而苦苦挣扎的男人 心中的天平就很自然地倾斜了 很快 一次酒后的半退半就 他终于是迈出了贝离的第一步 而田园在他手上买的那套房子 在写上李希臣作为护主的名字之后 李希臣兴奋之中干脆就辞了职 一心一意地做起了田园的小三 很快 李希臣怀孕了 他当然知道这孩子是田园的 他也知道天然妻子怀不上孩子的交集 但是他不能实说 因为他心中另有影迹 那就是如何早日摆脱中科 最近一次中科来探他 当两个人又为离婚闹一箭的时候 妻头上的中科狠狠地丢下了一句 要离婚可以 但你必须为这个家族生下一个孩子 所以现在 即便他知道孩子是情人的 他还是决定隐瞒着两个男人 把孩子交给丈夫 作为离婚的筹码 2012年5月 李希臣在医院里生下了一个欺精重的胖小子 喂养满月之后 孩子就被交给了专门坐车来成都借孩子的中科 接走孩子的那一刻 李希臣 他也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痛楚 但是想到今后可以一心一意地和情人厮守了 所以这惆怅之余也是怀着莫名的兴奋 当蒙在鼓里的田园问他为什么要送走孩子时 李希臣则柔情地搂着他的脖子说 因为中科已经答应跟我离婚了 他的孩子不送给他的话 他是不会办手续的 想必你也不想帮别人要儿子 偏偏见状也动情地说 哎呦 那不错 下一步你要抓紧 和他办理离婚手续 同时你也要准备为我生了孩子 但是我必须告诉你 我的婚是不能离的 我的公司是从老丈人手上传下来的 离了婚的话 我会一无所有 但是你放心 今后我的妻子一言 她只是我名义上的妻子 你生下孩子之后 一辈子一事不愁 你才是我真正的女人 我相信你 李希臣听罢连连点头秤势 而其实田园对李希臣痴迷的这段时间里 田园的妻子一言早就有耳闻了 敏感的 她是虽然又怨又狠 但是一考虑到自己不能生育 只能强忍了这口气转眼 时间到了2012年9月的一天上午 正在公司召集部门开会的田园 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 一个男人在电话中说 他是以客户的名义打电话到公司 才套出了田园的电话的 田园不想听他废话 就问他有什么事 那个男人说 今天下午将会有一个包裹快递到他的公司 请他注意查收 田园听后有些坠坠不安起来 他敏锐地感觉到了打来电话的应该就是李希臣 他一直离不了婚的丈夫 但是他却又猜不透 这风平浪静的这几个月里边又蕴藏了什么阴谋 所以差不多一整天 田园都在盘了那个包裹 期望从中能够发现点什么 确实 田园的担心很有道理 打来电话 确实是中科 这一年多来 远在宜宾的他一直没有平静 从当初知道李希臣怀孕开始 他的内心就痛如挣扎 虽然他知道李希臣看不起自己 但是也不希望还没有离婚 就被戴绿帽子 所以他痛恨李希臣 更痛恨他身后的那个男人 他后来通过跟踪调查 查清了田园的根底 而也就是从那天起 一个报复计划在他心中就酝酿诞生了 那到底是个怎样的报复计划 是这样的田园 他终于是盼到了 对方通过快递寄来的包裹 打开这么一看 是一摞照片 只见照片中一个四五个月大的小男孩 各种乖巧喜人的照片 虽然稚嫩 但是这眉眼之间 与自己小时候那是别无而止 田园一下子明白过来了 这个陌生的小不点 与自己有着至亲的血缘 再仔细一查 果不其然 这包裹里还有一张纸条 纸条上面说 这其实是他的孩子 随后 这包裹里还寄来一缕头发 供他做亲子鉴定 田园还是半信半疑 那如果真的是自己的孩子 那么吕虚晨他为什么不告诉他 其实当初他也不是没有怀疑过 这是因为吕虚晨太坦然了 他反而误判了 一周之后结果就出来了 证实了他的判断 孩子确实是他的田园 决定暂时不胜仗 待结果出来再说 他就自己悄悄地把头发送到了西南司法鉴定中心 做了亲子鉴定 田园被巨大的喜悦所笼罩 他马上按照中科留给自己的电话号码 就打了过去 田园推测中科寄来的照片 大不了就是为了讹诈几个钱而已 只要孩子能回来 多给他一点钱也无所谓 有自己的孩子 是他骨子里的梦 就算妻子知道了也能够接受的 田园打通了中科的电话 但是出乎田园意料 中科并不要他的钱 不可说 我虽然挣的不多 但是也足够生活了 近半年时间里 因为是哺乳期 我和吕虚晨也离不了婚 但是现在我想通了 既然你那么爱他 那我就退出来成全你们好了 现在孩子是你的了 你更有理由离了婚娶他 而这也算是我对夫妻一场 一个最好的交代了 田园大为感动 这个男人不贪一分钱 还大方地为妻子的今后做了安排 这足见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 是的 离婚对于他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的今天 他的事业 他的财产 哪一个不是与妻子 以及他显赫的家庭背景有关 真要是离了婚 他就一文不值了 再说 离了婚娶一个 与他偷情的小三 这与他内心也是难以容忍的 大家看到了 这偷情的小三 这是男人都看不起 大家注意了 电话那端的中科 他仿佛是看透了似的 他说 你也不用急着谢我 你要是有诚心的话 我才会把孩子给你 我给你一周的时间做准备 等你把离婚证 亲子鉴定书付硬件寄给我之后 让我确信已经离婚了 并且孩子确实是你的 我再把孩子还给你 而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那就当你我从未认识 从此不再联系 最后 这句话很重 田园知道 他这是在下最后通牒 如果不寄出那些资料 他就永远见不到儿子 田园开始焦虑起来 2012年国庆节的前一周 这很多人都在为长假出游 做着准备 而田园却焦头烂额 对方限定的期限快到了 而离婚证他还没有搞到 这一天下班 他去车库里了 突然看到 这路边有一个半假证的贩子 在叫卖 什么包办毕业证 工作证 结婚证 离婚证等等 离婚证 这三个字一下子就吸引了田园 田园急忙就凑上钱去 拿起一本离婚证问 这本怎么办 几天能办妥 贩子笑着说 两天就能搞定 田园喜出望外 马上提供了夫妻二人的资料和照片 就这样 终于是赶在国庆节前 田园终于是拿到了 可以以假乱真的假离婚证 他说 田园不知道的是 这假证贩子 刚从他那里拿到一笔半证费之后 这一转身 又从中科手上收取了一笔外快 原来就在几天前 这中科找到了贾政 贩子告诉他 只要能把离婚证卖给那个开豪车的人 中科就给他一笔不菲的外快 这贾政贩子大喜 就专门在田园下班的路上吆喝才成功的 就让他钻到了圈套里 而这个圈套 他只是一个巨大的阴谋的开始 国庆节刚过 一条微博在网上就疯传起来 转发量短时间 创造了新高 微博的内容 涉及了成都一家知名的化妆品公司 齐老总背着老婆 在外偷情 生下私生子之后 又无情地抛弃了结发之妻 不用说 文章和照片的主角就是田园 网上还贴出了亲子鉴定书和离婚证 很快又是一旦激起了千层浪 很多合作商给一眼打电话 去询问这事情的真相 并且暂停下一步的合作意向 圈子那一下子不平静了 哎呀 在这家由妻子一言父母 打下来的公司里 田园他虽然是身为老总 但是董事长却是妻子一言 那如果公司闹内乱 每一个和公司合作的生意伙伴 都可能洗牌重来 一言便迅速地召开了公司董事会 那虽然会上田园拒不承认离婚的事实 说有人在陷害诽谤 但是却没有迎来一言的宽容的笑脸 豁出去的一言 他冷着脸对每一个人说 我知道田园是被利用了 特别是离婚证 有人做了假 但同时 这件事情也是有着不可争辩的内幕 不但是影响了我和家族的声誉 更严重地影响到公司的生存 我是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建议弹劾田园总经理 从会一场上下来之后 希望挽留住婚姻的田园 向一言跪下来认错 但是一言 他则表情漠然地背过身去 一言说 其实该我容忍你的 我早就忍了 我只是不希望把事情闹大 田园则流着泪说 我发誓 我从来没有想过离婚 我只是没有想到 那个男人会这么狠 他从来不提前 这一开始就下了一个最险恶的套子 他太狠毒了 一言听后则冷笑 太可笑了 这可是夺气之恨 要不是我不能生育的话 我会纵容到你现在吗 那张离婚证虽然是假的 但却是你内心真实的写照 也是为你在社会上鬼混下去 寻找了精神借口 一言说完 转过身来 男儿膝下有黄金 你快起来 为自己留下一次最后的尊严 你看桌子上是真正的离婚协议 2012年11月 已经离婚 并且近身出户的田园打电话 叫来了李希臣 两眼喷火地要他带自己去找中科 你签了吗 李希臣很害怕 他已经从田园的毛子里看到了仇恨 他不想掺和其中 特别是他曾经欣赏过的男人 现在已经是一文不值了 他早就有了不想再纠缠的念头 但是他又怕被嫁恨 值得无奈地坐上他的车 11月的一天 他们开车到了宜宾 通过跟踪 在一家医院里发现了中科 因为孩子生病 中科带着孩子去看了医生 这会儿 刚从医院里出来 而车上的田园则大喊了一声 你不让我活 我也让你死 随即就发动了汽车 朝着抱着孩子的中科就冲了过去 在撞向中科的一瞬间 也许是为自己过去的行为愧疚 又也许是被中科手上的孩子 唤起了母性的本能 副驾驶的吕西辰 他突然伸手就猛拉方向盘 汽车骤然就踹向了一边 猛地撞在了墙上 然后被惯性掀翻 困在车里的田园伤得很重 而田西辰也是双下肢骨折 中科也未能幸免 被小车给刮蹭手臂骨折 随后 他们通通地被送进医院抢救 同时 外边有警察把守着 伤势烧好之后 他们将接受法律的审判 吕西辰他哭得也是伤心欲绝 作为帮凶 他罪责难逃 他渐渐希望挽回这段婚姻 他是等来的 就是中科躺在病床上 写给他的离婚写一书 而这时 躺在客户床上的 身受重伤的田园 他只能在时段时序的清醒中 回忆着曾经的鲜花 美人 锦衣和玉石 他甚至不敢相信 这一场普通的 再也不能普通的风花雪月 他竟然会在短短的时间内 把他一个从受人进养的老总 变成了阶下囚 好了 本案就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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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